谢谢你来到我们的产品培训 今天我们要看草的就是我们的Hawa Folding Concepta 折门灰心一门的网上设计蓝图的工具 就是我们的www.hawaconcepta.hawa.com 如果你去到这个网址的话 你可以非常轻易的把你的设计 跟着你的高度尺寸输入进去 它就把蓝图就容易打印出来 如果你要的话也可以跟着这个二维码去扫一下 然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网址 我们已经去到这个网址了 这个就是Hawa Folding Concepta设计蓝图的网址 来到这个网址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有三种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左边的折门 两个折门的 然后就是第二个选择就是右边的折门 然后第三个选择是左右两边的折门 那今天我们所要看草的就是这个左右两边折门的设计 我们点一下 这边又给你多三种选择 第一个是柜体的设计 柜体的设计就是那个橱柜的设计 第二个是走路型的设计 走路型的设计 最后一个是半柜体的设计 我们今天所要设计的就是这种柜体的设计 然后这边它有很多资料给你去填写 第一个就是它的料子 板材的料子 你可以选择particle block block MDF 每一个不同的料子它都有个密度 就是它的密度 可能MDF 你要选择MDF的话 它的密度就是850公斤每厘米 就是根据这个等一下你所输入的参数 它会做设计 我们今天可能你也是找不到你所要的那个密度的话 那你可以选项Others 就是其他 然后从这边你可以把那个密度输入进去 我放560公斤每厘米 那你觉得 其实我用的可能就是500公斤每厘米的话 好像是blockblock的话 也可以选择这个 那我们就把blockblock放进去 现在我们要把高度输入进去 高度呢 我们现在选用的是2400毫米的高度 那你可以看到从这边呢 高度是从哪里看得到 这个就是高度 就是门的高度 不是柜的柜体的高度 门的高度 柜体的高度还要加一个Q5 就是下面脚梯的地方 那门的高度我放2400 然后第二个参数你要输入的就是它的上面的缝 上面的缝是多少呢 我们这边看到Z3上面的缝我们可以放3吧 下面的缝也是放3 那脚梯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放40 它最少是要放40的 然后门的厚度呢 我知道很多地方都是用18毫米 现在我们是只有19到26 那如果你用的是18毫米的话 你可以直接放19毫米 然后这边是门缝 你可以看得到从这图案之间 就是门与门之间的门缝 就是第三门第二三门之间的门缝 Z3 这些都是门缝 那我们现在如果你门缝越细小的话 你的施工团队就越难细调整 那我们是建议你做大一点 可能就是3毫米还是4毫米 我这边就放3毫米 3毫米 那这个就是再给你输入就是它的柜体的宽度 柜体的里面的宽度 你可以看到 就是4上门 加门缝的宽度 那你知道一扇门是600的话 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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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门缝33333的话 它的柜体的深度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 600乘4再加3乘5等于2415毫米 我这边就放 我这边就放 2415毫米 然后就是柜体的深度 柜体的深度是这边吗 柜体的深度是这边 它柜体的深度的话 可能你要放洗碗盆 还是你的那个火炉的地方 那这个深度通常可能是放600吧 这边就放600 这个深度呢 这个深度呢 跟柜体整体的深度是有一个区别的 那我们要的是KT2 600 那柜体整个外体的深度呢 是要加一个Q4 那如果你是600的话 你要加一个75毫米 再加一个门的厚度18 那等于是693毫米 这个柜体整个的那个深度 里面的深度是600 那外面的深度就是693 然后我们这边就把它全部清除掉 600的深度 那现在已经把全部参数已经输入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到底要什么颜色 我选择的是铝色 就是铝色和黑色的选择 我就用铝色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开始下载它的设计蓝图 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全部的设计蓝图 全部的尺寸已经在这边了 等一下我会再做多一个视频 就是安装的视频 会解说这个设计蓝图怎么样去做安装 好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大家